1976年1月15日晚上 一架飞机从北京东郊通线机场秘密起飞 谁也不知道的是 这架飞机竟然载着周总理的骨灰 周总理的骨灰一共洒到了四个地方 这四个地方都是哪里 百度一下砖来了解更多相关信息 1976年1月8日 周总理因病去世 享年78岁 一时间举国悲痛 百万群众自发走上十里长街 送别周总理 按理来说 像周总理这样一位伟人 死后不说遗体永久保存 也应该好好后葬一番 但邓颖超却对中央提出 要求将丈夫的骨灰 撒到祖国的江河山川当中 这是为何呢 原来这是周总理自己的意愿 他希望自己死后 骨灰能够撒到祖国的山川湖海当中 永远守护着祖国和人民 周央同意了邓颖超的请求 并安排了空军部门 配合完成这一次的撒骨灰任务 1976年1月15日下午 周总理的追悼会结束后 邓颖超带着周总理的骨灰 在部队的护送下来到了京郊的通线机场 这次任务是由空军政委张廷发 全权负责和执行的 当天全国军用民用飞机全部禁飞 整个机场还实行了灯火管制 为的就是确保任务的保密性 晚上8点15分 在一片漆黑中飞机缓缓升起 周总理的骨灰一共分为了四份 分别撒向了四个不同的地方 第一棚骨灰撒在北京的上空 北京是中国的首都 也是周总理建国后常年居住和工作的地方 北京的很多工程项目和建筑 都是周总理主政期间建设完成的 这里有着他太多的心血 可以说北京早已成为了周总理的第二个故乡 所以这第一棚骨灰肯定是要撒在北京上空的 周总理要亲眼见证北京的繁荣发展 第二棚骨灰撒进密云水库 1958年6月 周总理曾亲自来到密云县 确定了密云水库主坝的坝址 从密云水库开始建设 到两年后的正式竣工 周总理曾先后六次来到这里视察 这张周总理与邓颖超在密云水库前的合影 就是在水库建成后拍摄的 周总理为何如此重视密云水库呢 这主要是因为北京常年缺水 严重制约了城市的发展 这才想到要建设水库 密云水库建成后 可蓄水43亿多立方米 成为北京人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命之水 这也是周总理想要守护这片土地的原因 第三棚骨灰洒进天津河海 周总理虽然是浙江人 但从少年时期就跟随伯父一起搬到了天津 在天津完成了自己的学业 一路从南开中学读到了南开大学 因此天津这座城市对周总理是意义非凡的 再者这里也是他与邓颖超相识的地方 更是他们开始革命的地方 如今他又以另外一种方式回到了天津 这也算是一种不忘初心了 第四棚骨灰撒进黄河的入海口 黄河是中国的母亲河 流经九省 千百年来孕育了成千上亿的百姓 华夏文化也是从此诞生 周总理曾多次来到黄河 领导了黄河治理工作 三门峡工程建设 以及1958年的大洪水抗洪斗争等 如今周总理逝去 但他的骨灰将流向黄河 流向祖国各地 见证祖国日新月意的发展 另外周总理的骨灰撒到黄河入海口 还有一层含义 他是想通过海水 把他的骨灰带到台湾 期盼着有朝一日 能看见两岸实现同意 至此周总理的全部骨灰都撒完 飞机在渤海上空盘旋三圈 表达至今后才正式返航 根据空军记录 这次飞行共用了4小时31分钟 飞行航程830公里 圆满完成任务 周总理一生未免 就连死后也不肯债用国家半点土地 坚持将骨灰撒到大江大河 他是真正的革命者 让我们向他致敬 你怀念周总理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互动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